去连洞里居民集中住在基隆山下的斜坡上 到处充满阶梯的景象 虽然不失为网美打卡亮点 但确实让不良渔行的在地长者难以出入 以往还有可能搭乘公车到瑞芳市区购买日用品 如今疫情期间 长者宁可牺牲饮食均衡 也要避免受传染的风险 还好透过瑞芳区里长连移会 陈美兴里长争取到爱心人士免费的美味包子 里面都相当喜欢 疫情非常的严峻 尤其是像我们连洞里这种偏乡 那一个里长要照顾一百多位老人 是一件不简单的事情 尤其这里没有杂货店 里内都八九十岁了 疫情期间非常感谢网路上的人气包子店 非常的有爱心 那就送来物资 一送包子是七百多颗 然后经常的送 老人家八九十岁了 就请他们乖乖待在家里 乖乖的不要乱出门 然后在家里吃包子 吃饱可以吃到百里会 所以他非常高兴 谢谢 老人家要给你吃百里的 好啊 好啊 老人家在家里 老人家不可以出去 疫情这么严重 你家里吃饱了,我吃百里 我都没出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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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今天是乖得好吃 我说你还要给他吃 我乖得好吃 他就给他 低调不具名的网红包子店 以两星期赠送七百多颗的方式 厨放在联动礼活动中心 里长通常会一次送给里民七天的份量 让他们饿的时候 便能从冷冻库拿出来 蒸一蒸享用 八日时第二批包子刚送来 里长特别分送给里民 并搭配联动国小校友 提供给里办公处的口罩立体支架 让老人家戴口罩不用再喘不过气 那这口罩支架又是另外一位 这个善心的学姐 送给全村老人家的 就是疫情一爆发 那他们担心 担心老人家口罩会戴不住 所以特别送了这个 爱心的这个口罩支架 疫情当中 来自社会的温暖 格外可贵 里内长者都很感动 有年轻世代愿意关心乡下地方 免费包子不但是手工面团 更有猪肉、鸡肉、芝麻、红豆等口味 临社长过都爱不释手 里长每次来到家户 也关心着长者疫苗接种的状况 看到老人家喜悦健康的身情 就是最棒的回报 记者萧浩文瑞芳采访报导